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一档个股呢 我觉得它比涨停板更重要 哪一档个股呢 就是2317的鸿海 今天创下了新高 而且今天的涨幅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鸿海 各位 鸿海今天最后成交217.5 最高也是217.5 也就等于说今天一开盘就一路上来了 就一路上来了 所以今天收最高 涨了14.5元 涨幅超过7% 很喜欢鸿海在这个阶段的股价A值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3月份一路就告诉大家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刚铁粉看到这个价位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也常常最近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今天那个铁粉 各位知道铁粉是哪一位吧 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我这样子回答他 他会怎么去想 跟各位分享 会不会2330台积电股价分割 各位台积电如果股价分割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很多跟他同价位的股票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如果那个时候你会去买谁 打个比方好了 ETF的0050 0050现在股价有多少 0050现在的股价都已经来到189了 都来到189了 今天也创下了新高 今天也已创下了新高 我客观的说 这么多的ETF 唯独我对0050最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含金量很多 各位的含金量是谁 当然就是2330的台积电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股价是189 189 请问 假设前几天的外资 不是很多人都推台积电来到1180吗 就算1200好了 外资推的不是我说的 这个一定要事先就说好 那如果说他也跟也效仿了回答 一切十 在那个时候假设假设 假设真的台积电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他那个时候的股价就变成120了 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去买0050吗 你会不会去买0050 所以说就算台积电 他为了这些事情的话 他可能也要想很多 为台股这方面的股市的生态要想很多 讲到这边就OK了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们再来讨论好了 那今天的红海呢 我必须要在节目上跟那些有流赖的 有互动的再说一次 相信了吗 相信了吗 各位 我每一档个股 每一个产业 当我在说的时候 没有人理我 这个是3月12号 3月12号的节目 第一个我就说红海 了解吗 所以说在这边来讲的话 各位 还没开始的事情我就说了 不是像其他老师 长上去了 才在说他多好 或者是说他 早就注意了什么之类的 那有 讲真的有时候看节目 我真的是 听都快听不下去 然后呢 我也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他 为什么长 他凭什么长 所以说 我把最重要的一个图 我把它截图下来 我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红海 这个是红海 两年来 它的大型W 各位 因为小型的看不到 只能看到大型的 各位 这个是3月12号节目的 3月12号的节目 那这一根的红K 就是3月12号的 了解吗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讲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相信 W又怎么样 大小又如何 反正现在就是没有Fu 没有感觉 是不是追价都追习惯了 所以低价都没有感觉 好 我再跟大家讲 讲什么 鸿海凭什么会长 鸿海凭什么会长 这个是3月15号 凭他卷增 龙卷增加 龙卷增加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 龙卷 卷增再做多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题材 不要一天到晚 只看基本面 技术面 或者说财报分析 这个在商严商 在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题材 我不敢说每一档 是不是都会这个样子 但是绝大部分 都会这个样子 3月15号 我告诉大家 他龙卷增加 他会因为龙卷增加 股价一直涨上去 一直涨上去 一直涨上去 到了3月18号 越嘎越涨 越嘎越涨 各位这个龙卷 已经一路增加了 这个时候是3月18号 那我也希望 你们要赶快相信我 赶快相信我 当然跟各位介绍的同时 我的铁粉也在看节目 也在看节目 所以呢 因为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跟他通电话 或是如何 只能在节目上帮他说明服务 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各位 我还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红海 各位 这是很久的事情了 但是没有关系 习惯永远是习惯 了解吗 我跟大家讲 他会跟那个时候 这样一路的龙卷增加 我相信更没有人相信了啦 尤其是对 对资卷方面 的一个概念 定义 可能都没有办法 如果不了解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这样一路上去 昨天我是不是将红海的龙卷 跟各位做了一个分享 是不是最高 是不是最高 但是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龙卷高 是因为他的股价高 他的股价高 越高越有人要加空 那你想想看 假设 假设 我在做多我的股票 你来放空我的股价 请问我会快乐吗 我当然不快乐啊 我有的是资金 你会比我多吗 不会 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 你就慢慢等着被嘎好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会跟大家讲 他会这样一路卷增 会一路卷增 有没有一路卷增 有 有一路卷增 然后呢 到了170块 170块 170块左右 5月中旬吧 5月中旬 5月中旬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鸿海 在170元左右 170元左右 170元左右 这个地方165 最高174 随便 我随便点一个点位 在170元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 跟大家报告 报告什么 报告鸿海的 第一个目标的股价 那我当然不能够讲 所以呢 我就把郭董市长 在法说会 对某个人 或者是对大家 讲的一句话 他会 他会看到200元 在他退休之前 他会看到200元 那200元到了没有 到了 200元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难道只有200元吗 所以呢 所以6月3号的时候 6月3号 我在节目上 告诉大家 鸿海买点 那你们有流赖 有流赖上来的 有流赖上来的 都第一句话 就跟我说 老师请问一下 鸿海可以到多少钱 谢谢 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我说OK 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跟大家讲 我就跟大家讲 168到170 不要想太多 你就是去买就对了 你就是去买就对了 如果说设定一个价格 我不晓得这个价格 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高价 还是一个 要再去考虑一个 可不可以接受的价格 但是以 就事论事来讲的话 他是这个样子的 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告诉你 你在用你的世界来衡量我 各位 请问公平吗 一定要我讲到你的心声 你才愿意接受吗 真的吗 那很难喔 真的很难喔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 所以这个投资朋友 在6月5号的时候 他赖我 各位 这个是6月5号的当天 不是盘后 当天盘前 这个都是盘前的对话喔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未跌破168就续报 未跌破168就续报 各位 6月3号的鸿海在哪里 6月3号的鸿海在这里喔 股价在这里喔 最低174.5就算175好了啦 最高179.5就算180好了 也就等于说在175到180之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 6月3号 我告诉大家鸿海买点 请问我是看他拉回 还是看他涨上去 这个问题很重要喔 如果他会涨上去 我在节目跟你说买点干嘛 我叫你追就可以啦 了解我的苦心吗 相信我的专业吗 那他有没有被拉回 有喔 各位 6月3号收盘是176.5喔 6月4号 最低来到170了喔 6月5号 这个投资朋友他问我 我当天盘前跟他讲 各位 好 未跌破168就续报 我们看一下 镜头近一点 这个是几点几分 这个是8点58分喔 8点58分喔 各位 6月5号开盘171 最高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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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168.5 高低之间差了10块钱耶 如果我没有给他一个价位 或许那一天他就再见了 获利了结 对不对 正点也可以啦 反正赚钱嘛 也可以啊 但是各位 如果那一天他卖掉了 如果那一天他卖掉了 这边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喔 我想讲可以接受吗 所以6月3号我在节目的测标 告诉大家 鸿海买点是多么的重要 你们流来上来跟你互动的时候 告诉你为什么 对不对 告诉你为什么 大家都说 谢谢谢谢 OK啦 但是要相信 了解吗 要相信 你不要说光愧谢谢而已 服务喔 无所谓 相信是最重要的 相信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你就去买了 你就去买了 各位 你不会买到6月3号179.5的高点喔 你可以买到179.5被拉回来的170 甚至更低的168.5 169喔 不要说 老师没关系 那个差两三块 我告诉各位 59分跟60分是两个世界喔 60分叫做及格喔 你可以毕业喔 59分你继续留校查看喔 这个不是一分两分的事情喔 那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临界点 了解吗 所以说 在 我跟大家讲 鸿海股价的时候 各位 我真的快笑出来 真的 不是你们一直在笑 各位你们的笑 鸿海股价 我相信你们是什么 6月18号 我告诉大家 鸿海股价 鸿海股价 就是说 我看到的股价 就是说 我看到的股价 各位 留电话上来 你们留电话上来 然后我们电话互动的时候 因为还要经过解说嘛 我又不会打 不善于打字 但是 各位 在笑说 鸿海股价 鸿海股价 会这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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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号 我跟你讲 它会开始涨 你信不信 你只说真的吗 然后说多少价位 我告诉你那个价位的时候 你信不信 今天6月20号 6月18是黑K喔 各位 最高201 也就是说 郭董的承诺已达到 郭董的200已达标 最低197 收盘198.5 而且是留黑K喔 我告诉你明天会开始涨 6月19号 6月19号 开盘200 最低199.5 最高208 收盘在203 各位今天呢 今天开盘205 最高217.5 相信吗 所以今天鸿海在涨的时候 我心中就一直在想说 你们手上都有 都有 因为各位流赖上来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手上有红海吗 有 有的 有红海的 我回答的方式 跟没有红海 我回答方式 是不一样的喔 是不一样的喔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来讲 当我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的思考思维 已经进入了一个共识行为 当你有那个共识行为的时候 你才可以更有一种 一种气氛 那个氛围会把你带到 带到红海 我讲的那个股价 了解吗 那我可不可以在节目上讲 当然不行啊 所以有兴趣的 加来进来 打电话进来 如果你手上有红海 我相信呢 你一定很想说 到底这一支的红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让我赚的更多 对不对 让我赚的更多 好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现在看红海 那当然 233台积电 一定要看的啊 一定要看 所以说 今天 我的铁粉问那个问题 讲真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如果真的 真的台积电 有意愿要实施的话 整个股市行为 我相信又有 另外一种不同的准备 而这个不同的准备来讲 跟你的资金 有绝对的关系 在这个地方来讲 你必须要先相信什么 你必须要先相信说 我在2024年的1月1号 COVAS提升晶片效能 COVAS 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管COVAS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 它可以提升 提升晶片效能 这六个字就够了 如果你心中有这六个字 为做垫底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垫底的 一个COVAS的晶片 带给全世界多大的震撼 而不是 左耳进 右耳出 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接受 了解吗 1月1号告诉大家 COVAS第一个晶圆代工 就是台积电 就是台积电 然后呢 2月17号 2月17号 我再跟大家讲 日本熊本开场 这个时候也是为了AI 那既然要AI 就一定要有COVAS 那这个COVAS里面 也会有灰达的影子 那灰达的影子呢 这个地方呢 有4奈米 必须要透过台积电 下来做一个协助的动作 但是灰达在这个地方的配合商 第一个 广达 你们当我在开玩笑啊 今天的广达 6月20号 股价331.5 2月27 有人讲广达吗 各位 2月27在哪里 2月27是涨上去的一个高坡 了解吗 这是2月27喔 大黑K喔 大黑K喔 隔天28 隔天29 星期一 一路涨上去喔 相信吗 那个算不算底部 算不算底部止跌 算不算 如果你相信 待会跟你报告 另外一个底部止跌 你更要相信 我们进广告 成落部吴老师提醒投资人 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一不要再买东买西买股票 开杂货店毫无头绪 二不要再道听途说 追高股票 赚少赔多 三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最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3月5号我在节目上 我现场我用手写了一个字卡 那就是 第一个GPU 第二个ASIC 第三个RISC-5 那GPU 后面跟着是谁 后面跟着是台积电 后面跟着是台积电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们不可能比我更注意 这个是3月5号 台积家回答 AI晶片 回答呢 123 第一个GPU 台积电 第二个ASIC 给会员的 第三个Risk-5 也是给会员的 第三个Risk-5 而这两档 全部从现在的底部 一路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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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新顶 新顶 6695 新顶 今天涨停版 创下了破断新高 从底部上来 好 那既然是破断新高 各位 这是6月12号的截图 节目介绍的 我把它截图下来 6月12号 我们看这里的6月12号 这个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新顶 6月12号 这根红K 我跟大家报告什么 第一波段 它已经长了四根停板 它不会 因为这四根停板 被做拉回的动作 各位 那四根要花 各位晓得我在说什么吗 不要因为你们没有赚到 就在怕 这个股价涨高了 我如何如何如何 各位 这个都是苏家的想法 都是苏家的想法 自己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了 我告诉大家 它拉回来我就会买 然后跟大家报告 跟大家报告 不晓得你们信不信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 就一路上去 就没有任何一个K线 比它更低了 然后就在这边 做了一个突破新高 从这个地方到今天75块钱 这个是最高的 这是最高的 所以说5月22号 这是5月22号的节目 我就在节目告诉大家 底部止跌 底部止跌 这是5月22号 各位看到的原稿 这个是原稿 然后5月30号 1234 4根涨停板 4根涨停板 所以跟各位讲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买底部止跌有什么好处 各位 至死地而后生 可以接受吗 所以现在呢 就是准备底部止跌给我的会员 我也希望准备给你 如果还不了解我的 还要跟我做互动的 没有问题 扫描我的QR Code 扫描我的QR Code 最重要的 现在你们要有底部止跌观念 这才是最重要的 祝各位赚大钱 明天见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